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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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它可以进化空气 可以吸收空气中的甲醛和氮气等有害气体 并且释放出氧气 同时还能吸附空气中的灰尘 所以在家养一盆吊祖梅 对我们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吊祖梅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它有清热 减毒 凉血 止血和力尿的作用 在中医运用中 它常被用来治疗水肿 小便不利 灵症 力竭 带下 咳嗽 咳血 目尺肿痛和咽喉肿痛等疾病 要主门外用呢 还可以治疮肿 疮腰肿毒 烧烫伤 毒舌咬伤 当然具体的病情呢 还需要资讯当地的医生在医生的指导相应用 我是农民也是一名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 记得点一下关注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